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大家参观的 是这个Marina Park 在Saint Leandro这个城市 这个是park 最外边的地方 然后呢可能这都是Oakland 那个海湾 甚至这个海湾转过去以后 中间呢有好几个岛 那个岛好像顺着那边可以进去 我们要沿着这个海边 然后到那个中间那个岛上去看看 里边有很多人 沿着这个海边 还有很多的小鸭子 他们很悠闲的在那儿 飘呀飘呀的 很舒服 很舒服 有很多的设施 让你在这儿做做什么 各种运动 盯着海风 这一边有很多的这种小孩玩的东西 也有一些小孩 哇 好 咱呜 来 我们走 那些小孩 中国人 有很多女孩 那边是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 对岸是我们刚走过来的地方 那是Marina Park 这也还是Marina Park里边的中间的岛 咱们先沿着这边的路走 走完了以后咱们可以从那边转回来 然后再沿着这边的海边可以走 这边的海边你可以沿着海边的一直往那边走 能走多远走多远 看很多人还在那走 嗨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湾区的一个城市 叫做Saint-Li Andrew 这个城市呢很有意思 它的这个名字 Andrew 是早期的一个西班牙人来到这以后 然后他们为了经验西班牙的一个大主教 叫Ander 所以说 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Saint-Li Andrew 是这个大主教的名字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都是一些土著人在这儿住 土著人已经在这儿住了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欧洲人来了以后 带来了欧洲的宗教 然后呢他们也带来了就是说 发现了这块地方以后呢 他们就逐渐地在这儿建立这么一个城市 叫Saint-Li Andrew 那么在这个城市建立以后呢 安芳齐那是150年前的时候呢 他们就因为有黑奴出现了以后 然后这个城市呢就颁布了一项法令 就是这个城市不允许有黑人居住 所以这个城市一共都是白人住的地方 那么主要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住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葡萄牙人住的比较多 那么在1960年以前呢 据说这个城市的统计是 99%的人都是白人 而且很多人都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裔人他们在这儿住 那么所以说这个城市呢 那么旁边的有个欧克兰呢 因为这个地方不允许让黑人住呢 所以欧克兰那边就住了很多的黑人 那么这个城市就有这一段历史 那么1960年以后这项法律被废除 就是这个在加州被废除 因为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法律 所以被废除以后呢 逐渐的这个城市才慢慢的 这个有识人总裁进来住了 特别是有一些黑人也进来了 那么白人呢也一般都走了很多 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就成为 这个西班牙裔人住的 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老木 这个城市呢 这个城市呢 那么这个城市呢 它的这个地点 因为它这个地点呢 靠近就是我们湾区里边的东岸 它这个地方呢 靠近奥克兰Airport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 经常有飞机飞来飞去的 然后呢 也从这个地方呢 你还可以看到远处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里边 那就是旧金山 所以可以遥往旧金山 因为今天的天气是阴天 所以看的 没有那么清楚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呢 它有一个奥克兰Airport 也在那个方向 在这个西边呢 你也可以看到另一个Airport 就是San Francisco Airport 所以这个地方呢 在那个交通位置 和地理位置 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很方便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 因此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人们居住的一个地方 Marina Park的这个海岸线 沿着这条路 这个Park这个海岸线走 好像很远很远 好像咱今天是不是不能走到头了 能走到了 走不到我觉得 走 你看看好像都根本看不到边 顺着这个边要走起来 没完了 不过海岸线边上走起路来 有凉爽 舒服 舒服 这个氧气都很好 感觉 而且今天阴天不晒的话 嗯 对 快把这个人去着车 他狗跑得还这么快 他的狗练跑步 沿着这个海边过来以后 我们经过这个桥 往哪里去这边 这个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Dog Park 就是说谁可以领自己狗 到这儿来遛狗 狗 狗 没过来 来到这个Dog Park了 狗 来到这个Dog Park了 很好都用铁丝网网着 哦 吓人 看起来 好像他们在跑步赛 比赛跑步一样 从那边跑到这边 然后再跑过来 妈咪 到了 去了 多年 是 他 在这边 是 我 好 远 啊 爹 我 先 做個也享受很好的條件 靠著海邊 給它那麼一大片綠草地 穿過這個dog park 然後還可以繼續沿著這個海邊走 還有一種那種鳥,你看到嗎? 那種水的在水裡邊 它穿在水裡邊 不是鴨子嗎? 不是,你看它下去了 哎呦,好像我都走不動了 我繼續走 哎呦,還要繼續走 那邊是一個高福球場 它由於這個地理位置靠近大海 這個地方一般來說 有好幾個比較高級的 是高爾夫球場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 這個高爾夫他們在play 打一桿然後就走 這是一個吧? 不是一個,這是兩個高爾夫球場 你看那個他們要打桿 打了以後然後就坐著車走 你看那個打一洞以後 應該是到下一洞應該是走著走 而他們現在是坐車走 嗯,高爾夫球場 就挨著Dork Park 對,高爾夫球場 你看這個人開始打 灰桿打進去了 他打到下一個洞 打到下一個洞以後 然後他必須 打下一個洞以後 然後,哇,OK 你看這個高爾夫球場 這個草還是挺好的 挺高級的 嗯,這個灣區裡邊有很多很多的 這個高爾夫球場 這個高爾夫球場呢 這個灣區裡邊其中有 最有名的就是 Mount Ray那邊的一個叫 Pedal Beach 高爾夫球場 Tiger Wood 經常在那兒打 所以是那個 國際級別的 都在那兒打 那個就是面對大海 大海邊很大 特別漂亮 現在終於到了這個 這個頭這個地方了 但是順著這個地方路過去以後 還可以沿著這個海邊或那邊走 不知道到底能走多久 這個大高爾夫球場可真大 走了這麼長時間還是 這可能才是他的頭吧 好像這一大片都是這個高爾夫球場 這個地方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家庭活動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場所 你看這有這個很大的草地 然後這個很多人在這可以踢個足球啊 然後還有很多的這個草 這個很多的BBQ的地方 還可以在這兒做點這個BBQ 看到嗎 這一個這個park 這個這個地方有很多的這些BBQ的地方 可以在這兒這個家庭聚會 你看這一家人都在這兒家庭聚會吃飯 這也是非常的這個非常好 哇 是嗎 啊 是 那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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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